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我们看一下上次个礼拜 我们讲的流动负债有没有什么问题 上个礼拜我们先把流动负债做了一个说明 所以请看大家对于流动负债有没有什么疑问的地方 流动负债相较之下是比较单纯的 你要先去界定什么是负债 然后再把负债分出流动跟非流动 所以流动负债是属于有什么样的特性存在 然后目前我们看到的流动负债大概可以分成 课本上面就讲到一个确定的负债 比如说你买的东西要付的现金 要付的款项就是确定负债 你买的售金确定你要付多少钱才会买 那除了这个确定的比如说应付账款应付票据 然后还有应付费用之外 那有一些是你可能要估计 那估计呢 基本上他这个估计一定要有一个历史经验 就是说你要有东西才能够估计 那估计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 也可以参考同业的其他水准来做估计 那我们后面呢最后还谈到一个货有负债 货有就可能有可能没有 好那可能有可能没有该怎么做 好可能有可能没有的负债 该怎么去做他的会计处理 好那我们基本上来讲呢 这个货有负债只要你有可能性 而且你能够估计出金额 我就要把它认列进来 好就变成是你账上要有的负债 那如果可能性不很高 好那我只要揭露就可以了 如果可能性很低 那你根本就不要揭露 比如说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可能发生火灾 那每个都一定有可能啊 可是有什么样的征章去显示出来 你特别有可能呢 没有所以你这个就不用揭露 好这就是或有负债的特性 好那譬如说 好会有负债呢 比如讲 如果我跟人家备假设 最常看到的 前一阵子 我忘记了 前一阵子是不是有个案例 或者是有我们家公司 他帮某一个母公司帮他的子公司的 这个负债做了一个保证 如果公司帮人家做保 好所以请大家记得 不要轻易帮人家做保 好 所以人家以前常讲 保这个字就是什么 人呆 好 所以意思说 你是呆人才会帮人家做保 好 那当然呢 某些情况之下 你可能会有这个必要的时候 比如那个做保 然后公司 帮他的子公司 公司帮另外一家公司做保 那当然他两家公司一定有特殊的关系 他才会去做这件事情 那姑且不管 这两家公司 什么样的特殊的关系 就当保人的这个公司而言 他帐上要不要记录 好 保证人是什么意思 当被保证人 不还钱的时候 因为做保一定是什么 一定有负债才做保 好 当被保证人 也是原来的债务人 不还钱的时候 那保证人就要什么 那个就会带位清场 好 就是这个债权人 就会要求保证人要带位清场 好 那这个清场 那对于这个保证人来讲 对于他帮人家 帮人家做保 好 这个人我不姑且不管 还是一个个人呢 还是帮公司 那两个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 我们姑且不讲 好 那 这个有关于公司 帮人家做保这件事情 公司要做什么样的会计记录 要做什么样的会计处理 第一个 他要不要做记录 你有个保证负债 要不要做 当 基本上 好 我开始问问题了 我最近在收东西呢 就发现我有很多 那个空白的笔记本 我很喜欢逛书局 然后看到那个笔记本很漂亮的时候 我就会忍不住去买了 买了以后呢 发现我也都没写 好 那我这次要 这个整理出来呢 我还特地 有再翻了一下 这个 保证里面完全空白 好 这本还蛮可爱的 四个娃娃 我这么老了 我很喜欢可爱的东西 因为越老才喜欢可爱的东西 装可爱嘛 好 好 好 我还翻了一本 翻到一本 日记本 好 这个要有人写日记才有用 好 所以 我想说呢 就拿来当做那个 有讲真打 好 这本是很小的啦 杂技本可以啦 很小一本 那有很可爱的 这个厚纸板的 不过这全部都是空白的 好 你可以 如果你会画画 我这次去监考的时候发现呢 去学测监考 发现呢 有人呢 会在考试卷上面 不是答案卷上面 画那个漫画 哎 我觉得他画的还挺好的 来 我不能把它复制下来 要不然的话很想说 哎 你帮我画一张考试期间 好 也不能做这个事情 所以如果你喜欢涂鸦的人 哎 这本就蛮适合的 好 你看我这么多本 好这边也有个笔记本 85块都还在上面 这售价100块也还在上 160块还在上面 好 那这里面呢 也很多可爱的图案 好 反正呢 我也很喜欢那种可爱的东西 好 有讲真打 如果公司帮人家做吧 那公司会计要上 做什么样的处理 哎 这些奖品都没有什么优因 好 选择题 好 一个 会计记录 要做记录 承认保证负债 第二个 呃 要做揭露 第三个 完全不用表达 完全不用表达 第四个 第四个 视情况而定 诶 诶 有玄机哦 还坚持第一个吗 你选第一个 你选第一个 是第一个吗 还有分工的吗 你们难道拿这个笔记本 一人四一半吗 没有啊 这样子 比较 风险比较小 好 好 先讲 四个答案哪一个 四 好 四要讲 什么情况之下 你要讲什么情况 要怎么样啊 一吗 要承认保证负债 要在帐上承认这个负债 好 那你要去想 呃 好啦 只要我现在要求 只要有人给我声音 我就给奖品好了 有两个 刚刚后面那个 我不太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好 好因为呢这个 呃 两本是一样 都是笔记本 好 你一本他一本 因为你们两个都打 讲一嘛 好 来 是你对 好 杰伦的旁边吗 不是 孝萱 许孝萱的旁边 杰伦是才二的同学 好 好 好 那 正确的答案要选四 因为看情况 答案一是错的 你帮他做宝 帐上不要做 要有情况啊 好 因为 为什么要看情况 你帮他做宝 如果你帮他做宝的时候 你就知道你一定要帮他还钱的话 你会帮他做宝吗 不会嘛 对不对 所以一定不会是个 所以我刚刚只问 公司帮人家做宝 公司帐上要做什么的会计处理 所以都没有给情境 所以基本上只有给这样的一个情境而已 所以这样的情境之下 你其实是不要做记录的 也不见得要做什么事情 就是说第一个 当你公司帮人家做宝 你不必要 就在你的帐上承认保证负债 你要承认保证负债 你就是什么 已经入账了 你入账是什么 你有很有可能 要帮人家还钱 那你帮他做宝的时候 你就确定你要帮人家还钱 你还帮人家做宝吗 当然不会嘛 好 所以标准应该讲第四个 好 第四个 你随便举个情境吧 你认为什么样的情境该怎么样 课本上不会写 这是我随便突然想到的一个 例子 好不好 所有的同学 我只有几个 记得几个名字 许孝学 好 什么情境 你说说看吧 什么 我还是没听清楚 要还钱的时候就还钱 要还钱的时候就还钱 那还没到要还钱的时候 如果有些征兆 好 如果债务人已经有什么不还 就是说他没有按息缴纳 这个还款 还利息也好 还本金分息还的话 他已经有那种违约的现象发生的时候 那或者他完全没有 比如说我刚刚帮人家做宝 好啦 我们现在讲几种情境 第一个 公司刚帮人家做宝 债务人呢 还很正常 主债务人还很正常 所以公司要做什么事情 公司帮人家做宝了 什么都不用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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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对 要接了 为什么 你有可能啊 只是这个可能性 五十五十嘛 你不能说完全没有 但是你不能说已经有这样的 如果你已经很确定 债务人呢 他已经不还钱了 好 缴席已经不正常 那你当然帐上就承认 你的保证负债 但是如果 你刚刚帮人家做宝 那主债务人呢 还没有出现 这个异常的现象 那基本上来讲 你就要去做揭露 因为 你不能说很低啊 因为他可能性有百分之五十 可能会可能不会 好 所以他介于 我们所以刚刚讲说 货有负债 你怎么去做你的会计处理 先去判断 有没有很有可能性 金额能够估计 然后第二个 有可能 但是没有太高 就是没有超过五六十 就是说他的那个可能性 没有非常的高 但是有可能 那第三种是 可能性很低 这四种 这三种情形 所以像这种情形的话 当然我说 因为你帮人家做宝时间 时间有点长 通常你不会只做什么三个月 六个月 通常不会这么短 通常你的保证的时间 都会蛮长的 那时间这么长 你怎么知道 会不会一定不会发生 会不会这个时候就 如果已经很可能发生 已经知道会发生 那你当然就承认你的负债 但是如果 哎 时间那么长 我也怎么知道 现在OK不代表以后 三年五年 他都还正常啊 所以 有可能 但是可能性 我也不知道有多高 也不见得会很低 所以这个时候 我就在我的财务报表上 做付诅揭露就可以了 好 所以当公司 所以意思是什么 当公司帮人家做宝 你就要付诅揭露 你就要付诅揭露 好所以当保证人这件事情 在我们的会计处理上面 没有忽视掉的 也就是说 没有完全不做任何处理的 你最起码要在你的财务报表上 做付诅揭露这件事情 好 所以不要轻易做宝 因为做了宝 你多少都要做一些 后续的风险啊 你都会产生后续的风险 所以呢 这个时候 你就要做付诅揭露的 会计处理就可以了 那当然如果主债务人 已经什么 还款不正常了 缴席不正常了 那表示 你这个保证人呢 很可能会被 要求代位清偿 所以这个时候 你也要承认负债了 好 这是 或有负债 好 这是我们上个礼拜 讲到的流动负债 好 有没有什么问题 所以你可以想到很多的负债 所以我想 最近不是 但是 那个 红下链呢 就夏普有一个什么 3500亿的日元的货有负债 那你就要去了解 好 货有负债是什么定义 那为什么 这个公司 为什么夏普 没有在他的财务报表上面 认列进来 他一定有符合 比如说他当时有讲 他跟哪几个地区呢 有在打官司 打这个官司 他胜出还败债 我是不是讲 你跟人家打官司的时候 你只要在败表上面去揭露 这件事情就好了 除非这个胜败已经有一个明确的 这个sign出来 有明确的显示出来 要不然的话 你只要去揭露这件事情 因为你不见得 你会去败债啊 可是这件事情 你在打官司 对公司是有影响的 所以你要揭露 当然你有 如果你已经呈现出 你可能会是败述的 那你就要估计 你败述的话 会被要求的赔偿金额有多少 好 基本上 虽然我们说 很有可能 但是你没有办法 估计金额的话 是不要认列 可以不要认列 这是理论上面这样子说 可是基本上 只要你很有可能被这个败述 假设你很有可能 会被要求的那个赔偿 那你一定要估计金额出来 好 所以理论上说 如果你不知道金额 就没办法估计 就不用入账 但是实物上面来讲 这种情形是蛮低的 你跟人家打官司 如果发生了所谓的侵权 然后你要赔偿 你一定可以什么 大致可以估计的出来 你的负债 好 好 这是会有负债 好 这是我们上个礼拜所讲的 好 还有没有其他的 大家可以想到的问题 所以不希望是 刚刚就很热烈 一换我一讲话 就大家就很安静了 好了 就当你们要吃 身边吃早餐好了 好 那我们今天要开始谈 长期负债 非流动负债 什么是非流动负债 只要你 只要不是流动负债 就是非流动负债 你的负债就两种 一种就是流动 一个是非流动 好 所以只要不是流动负债 它就是属于非流动 那非流动可以分成很多种形态 比如说 好 我签了一张票据跟人家借钱 好 基本上 非流动负债一定是什么 绝大部分是借钱来的 我们说流动负债大部分是什么 营运上面所产生的 比如说我每个月交 发生了电话费啦电费 好 我还没有交 之前我就叫什么 应付费用 那都是什么 短时间就要还了 好 我买了东西 很可能是一个月 三个月 你就要偿还那个货款 所以它大部分都是营运上 所产生的一个负债 但是如果 你会有一个长期的负债 通常你会什么 是借钱才会产生的借款 好 那所以呢我们的借款 好 有几种形态 形态 比如说我开了一张票据给对方 然后对方借我钱 好 我跟人家借钱 再全人借我一笔钱 我开了一张票据给他 就是应付票据 通常长期的借款 它不会是什么 口头的 绝大部分都会开票 好 那我们说了 只要你开的是本票会票 好 基本上那种长期借款的时候 你开的大部分都是什么 本票比较多 那你就承认应付票据 好 那你人家借你钱 你基本上一定想 一定要有什么 一定会有利息 对吧 要不然你借钱给人家干嘛 好 当然你说好朋友借钱 有可能 可是我们现在在讲 不是那种情意上面的 我们都是在什么 商场上面 在商严商 好 那我借你钱 但目的是我要赚取利息 好 那所以我要讲 如果我跟人家开了 我跟债权人讲说 你借我一笔钱 我三年之后还你一百万 请问 我开了一张票据上面都没有写票 没有写利息 我就写三年后还一百万 那这当中 我都没有要付什么利息 也没有要还本金 反正就是 三年一次还一百万 请问一下 我现在借得到一百万吗 借不到嘛 对不对 三年之后的一百万 一定不会等于现在的一百万 好 我想大家在学 经济学都已经讲过 这个有时间价值 那时间价值 在我们的会计 或者是通俗上面 就叫利息 好 那我们会计是跟实务上通俗是很接近的 所以我们有利息费用啊 所以我们记得上学期讲的第三章 期末调整就有谈到利息费用的问题 只是那时候呢 我们讲的利息费用比较单纯一点 就它有个票面的金额 它有一个什么 票面的利率 它会有一个什么 票面的期间 好 我什么时候开这张票的 好 这张票到我现在期末调整 假设我11月1号开的这张票 好 然后呢 我的利率是12% 借的是10万 票面的金额是10万 然后呢 年利率是12% 好 然后呢 是10月1号开的 我借半年 那我今天12月31号是我的年度结束日 好 所以呢 意思是说 我11月1号借了一笔 看了一张票 好 先不管它是借钱 好 看了一张票 10万块 好 利率是12% 6个月到期 好 6个月到期 那我现在年度结束 结束日是12月31号 我到期日还的是什么 4月1号还 好 所以呢 我12月31号 我就要根据什么 我这个三个月的利息 去承认利息费用 所以我的12个 我的利息 三个月的利息 这么算 好 所以我承认的是什么 3000块的利息费用 好 那我到期要还多少钱 因为我们是到期一次还的话 所以我三个月 4月1号的时候 我会还的是什么 10万 乘上12% 我全部要付的是什么 6个月的利息 所以我要付的是6000块的利息 加上我的本金10万块 所以我要还的金额全部是106000 好 106000里面 只有3000块是这个 1月1号到3月31号 这三个月的利息 好 所以我全部还的106000里面 103000是还 12月31号之前所承认的负债 然后1月1号到3月31号 这三个月的利息费用 所以我全部的利息 6个月的利息是6000 但是属于1月1号到3月31号 就3000块而已 好 所以这个是因为什么 它有票面利率 它有票面利率 那我现在刚刚讲了 我现在借一笔钱 好 我们不要讲三个月 我们讲说三年 好 我借的是100万 我刚刚讲的是我借100万 好 先不讲1月1号 好 10月1号 我是1月1号借的 好 然后呢 我借的是100万 对不起 我不知道借100万 我现在借到 拿到多少钱我不知道 好 我要让你算 然后三年之后 拿到 拿 我要还人家100万 12月31号 要还人家100万 我开了一张票 好 这是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好 这是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好 那我现在票面上面没有 这张是一张什么 no payable long term的 长期应付票据 面额是100万 那我请问一下 我现在借多少钱 我现在借到的 我现在可以借到多少钱 好 这张票据是没有利率的 但是三年之后还100万 一定不等于现在的100万 我们刚刚已经讲了 好 所以我说的 大家不是朋友 所以如果朋友的话 他当然说你 这个你需要钱 我借你钱 那当然也说 不用算利息 这朋友之间有可能 但是我们现在讲 公司跟公司之间 是没有这种问题存在的 好 没有这种现象存在的 所以呢 我三年之后 要还人家100万 我现在可以借到多少钱 那我们现在就去算 那对方债权人 会charge债务人多少的利率 我现在讲说 这个债权债务人 好 假设A公司是债务人 开了一张 面额100万 不复习票据 三年后到期的票据 本票给B公司 B公司是债权人 请问一下 那债务人现在可以借到多少钱 就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 好 那债权人要评估 这个债务人的财务状况 现在的市场利率等等 我去决定出 那我要跟债务人 收多少的利率 算多少的利率 所以很重要的一件就是 一件事情就是 我的利率的问题 interest rate 这个问题 那我们的利率通常 好 我们会讲 你记得吗 我刚讲说 现在的市场利率 再加上债权人 对债务人的评估 财务状况的评估 会给他一个利率出来 所以这个利率 我们叫 所以我第一个告诉你说 每一家公司 它的利率是不一样的 市场有效利率不一样 你可以看 现在 之前呢 像去前年吧 这个欧洲的希腊 它的国债利率 有到达十几二十percent 好 就是十年期的国债利率 有十几二十percent 好像最高有到17percent 17% 那 一般的 如果你债性良好的话 拿美国来说 十年的公债可能才 如果没有记错 好像一两percent而已 不到三percent的样子 所以差很多 那你想说 那差多少 一百块 一个是交17块 一个是交三块 差十几块而已 没差很多 可是你要知道 国家的借钱 那个债权呢 债务是很高 都用几千亿的美金 或几兆在算的 所以他只要 所以你在想 每次中央银行降个0.125码 0.半码 一码就是0.25percent 半码就是0.125percent 你想 将来一点点 哪有什么差 那对于钱很 这个主 那个本金很多的来讲 他降个一码半码 就差很多了 好 一年的利率算出来 就是好几百万 好几千万了 所以他就会差很多 所以我要讲说 每一家公司 市场对这家公司的利率的 那个评估是不一样的 假设今天台积电 要跟银行借钱 银行可能什么 交1.5就好了 好 1.5percent就可以借台积电了 好 因为他觉得台积电 这个 我们不会还不了钱 风险很低 好 那如果呢 还有一家哪一家银行 是比较可怕一点 哪一家银行的 好 茂德好了 不晓得 现在是不是已经有下市了 还是被人家病了 茂德 就是半导体的公司 他如果今天要跟银行借钱 银行可能会给他charge5% 你没有5% 我不借你 好 那为什么台积电 要用1.5 然后呢 茂德要借钱的话 必须5% 台积电 他的 因为我们应该是说台 台积电是台湾之光 所有台湾拿得出去的公司 寥寥无几 可能十几 十家左右吧 那台积电就是一个什么 一个是 我们一定是拿出去第一个谈的 就是我们这个台积电这家公司 好 所以因为什么 他的 这个资本额也高 然后他营运也很正常 获利能力也很好 所以基本上 债权人借他钱的时候 他不用担心他还不了钱 那茂德这家公司呢 因为半导体 前面之前呢 半导体大概前几年就已经很惨了 惨到现在还不是 还不见得这个很好 所以茂德这家公司呢 他其实之前的营修都是亏损的 好 那所以呢 银行借他钱的时候 最后人会担心什么 他还不了钱啊 所以银行 对于茂德评估出来 愿意借他的钱的利率 就会高很多 好 所以我要讲说 每一家公司的利率 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好 所以假设 好 我们现在假设 所以我告诉你说 每一家公司 同样一个时间点 同样一个银行 对每家公司给的利率 一定不会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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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要 他的利率怎么决定 我们叫做市场有效利率 市场有效利率怎么决定 三个东西 一个无风险利率 什么叫无风险利率 我说你把他想成 我们把钱存在银行 好 银行现在大概是一点 我们假设1%就好了 好 无风险利率就1% 为什么叫无风险 我把钱存在银行 目前台湾的银行 没有会倒的 没有一家是倒的 所以基本上台湾的银行的 台湾所有的银行的 这个存款利率 它的利率都叫做无风险利率 那我不会就不一定了吗 之前欧洲不是有哪家 什么银行倒了吗 好 尤其是那种地区性的银行 他就难免会这种问题 所以他如果想要吸收存款 他就要给什么 比较高的右衣 好 那所以我说第一个 他是无风险利率 好 我说那你怎么想 什么是无风险利率 你就把他想成 依台湾来讲 就是台湾的银行 给存款人的利率 好 第二个就是通货膨胀率 好 所以我们讲负利率是指什么 负利率是假设 我们的通膨是2% 但是我存在银行的时候 银行只给我1%的利息 利率而已 那所以我钱存在银行 我的购买力会降低 所以他就是一种负利率的概念 这样听懂吗 好 所以我们每一家公司的利率怎么决定 三个东西 无风险利率 通货膨胀率 这两个任何一家公司 只要在同一个地区 大概都一样 好 以台湾地区来讲 可能2月份 记得前一阵子公布 2月份的通货膨胀率 好像是1.8%吧 这个1月份的时候 3月份公布 2月份的通货膨胀率 好像1.8%左右 好 那无风险利率 目前来讲 台湾可能1.38% 一年期的利率1.38%左右 好 所以每一家公司面临的这两个都一样 因为在同一个地区 通货膨胀率 无风险利率是一样的 但是第三个 风险铁水 每一家公司就不一样了 台积电没有什么风险 所以它的风险铁水就很少 好 那茂德 假设这家公司 因为它的营运亏损 营运的状况不好 年龄亏损 好 所以呢 我觉得它的风险铁水 就会要求比较高一点 所以每一家公司的利率就不会一样 好 所以我先讲 这个利率怎么决定出来的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假设呢 我现在假设说 市场或债权人跟我讲说 好我借你钱 我评估了你的状况之后 我要求利率是5% 你现在可以借到多少钱 你就可以算了 你就可以算了 好 那所以呢 我们要看 三年之后的一百万 这一百万叫做中值 Future value 叫做中值 好 三年 就是到期值 叫做中值 好 Future value 那三年之后的一百万值现在多少 这个叫做现值 Present value 现在值多少钱 三年的一百万 三年之后的一百万值现在多少 所以我们要去算现值 好 所以我们现在就讲 假设我现在跟银行欠了一张三年之后 还他一百万的本票 那银行说 好利率是5% 那银行现在 我可以从银行那边借到多少钱 好 所以我们叫做什么 限值 从中值去推算到限值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这基本上当然你可以算 等于说 我的限值是怎么算 好 我的限值 我的中值是 这个 P 本金去乘上 1加上5%一年 然后第二年呢 也是1加上5% 三年呢 也叫1加上5% 好 是等于现在 等于三年之后的一百万 好 所以我可以去算什么 我的P是等于什么 一百万 去除1加上5%的什么 三次方 除过来而已 好 那我们现在呢 不用你算了 万一给你10年 那你不是很麻烦算吗 好 所以呢 请你看一下 在我们的课本上面的 看一下 看一下第几页 好 time value of money 在我们的 他没有页数 appendix最后面 1 2 最后面倒数了 你看一下 我看一下 他这个页码是在哪里之后 761页之后呢 就是appendix a 然后bcd 这个是1 好 因为他没有页码 所以你看761页后面 就是我们的附录 这本书的附录 761页之后 好 那我们看到的是1 appendix1 a b c d e 第五个 有个时间价值 货币的时间价值 看到吗 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 那是1 好 abcd e e 那个 往后翻 往后翻 那个 看到 a的后面 在后面 我说761页后面 他是a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是1 abcd的e 往后翻 现在a 然后b 然后c 然后d 你现在翻到b而已 好 再往后翻 好 看到了吗 有一个e 有看到吗 大家都找到了吗 在这本书的后面的附录 761页的后面 是附录a 然后我们要找到e 因为他这边没有页码 所以我没办法告诉你 我只告诉你说700 因为这页码编到761页的后面 好 页码都761页的后面 那就有附录了 所以呢 他有附录abcd e 我们现在看到e 1呢 就是货币的时间价值 好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货币的时间价值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货币的时间价值 他说 一个是限值 一个是中值 三年之后的100万 直限在多少 所以我们现在是限值不知道 好 限值不知道 那我们说限值 他其实怎么算出来的 其实是 可以用这样的四值去算出来 因为中值是什么 我的本金乘上1.5% 然后因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负利息啊 所以利息再算利息 叫做负利 什么叫做单利 simple rate 单利就是 好了 每一个月呢 每一年呢 假设100万 我付你5% 所以你第一年拿到5000块 好 我第一年就付你5000块了 第二年呢 我再付你5000块 第三年再付你5000块 然后第三年到了 我再还你本金100万 这个叫做单利 但是我刚刚讲了 我现在借一笔钱 三年之后一次还 所以这当中我都没有付息 没有付利息 那没有付利息 一定是什么 利息要算到本金里面 再去算利息 这样听懂吗 所以这个叫做付利 利息再算利息叫做付利 好 因为我没有收到钱啊 对于债权人来讲 我没有收到5%的利息 因为我们的条件是什么 到期一次还本金加利息 所以那个利息一定是什么 第一年 当然基本上来讲 如果你去银行存钱 或者是你跟银行借钱 银行一定是每个月每个月算利息 你如果在银行存钱 你存的是定期 好 它一定是每一个月算利息给你 你跟银行借钱 它一定每个月跟你收利息 来看你的条件是不是有还本金 所以利息一定是什么 每个月每个月算 那当然你现在说 没有喔 我在邮局存的钱 它6月21号跟12月21号 才算我一次利息 好 因为你是活期储蓄存款 不是定期存款 活期储蓄存款 活期存款 我跟大家讲一下点尝试喔 你去银行开户 它会有活期储蓄存款 跟活期存款这两种 好 一个有加储蓄两个字 好 所以呢 如果未来大家有修那个货币银行学 那我们现在已经什么 基本上呢 我们本来利率有分 所谓的银行部跟储蓄部 这是货银喔 好 这是一个基本常识 以前我们有银行部跟储蓄部 那如果 所以我刚刚讲说 活期存款是属于银行部 活期储蓄存款是属于储蓄部 好 那只有个人才可以开储蓄部的账户 如果你是公司行号 你只能开活期存款 如果你是个人 你可以开活期存款 你也可以开活期储蓄存款 那其实以前啊 大概 大概十年前利率有不一样 活期存款跟活期 那个银行部的利率跟储蓄部的利率 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 存款准备率不同 好 未来你们去学那个中央 货币银行学的时候会挺有趣的 货币政策 好 中央银行在管制货币的时候 它有货币政策 它货币政策其中一个 就是存款准备率的调整 好 存款准备率的意思是什么 存款准备率是 你把钱存到 存款人啊 把银行为什么叫做烂头存 你把钱存在银行 银行要付你利息 那钱放在银行 银行自己就会 自己就会涨利息出来吗 当然不是啊 银行要把收到的这个存款 把它借出去 借钱给借款人 或者债务人 那给存款人的利率一定会小于 它借钱给债务人的利率 要不然银行赚什么 所以以前说银行很好做 是因为银行很好赚 为什么 它只要赚存放款的利率 利差就好了 我说大概在二十几年前 好 大概二十五年前吧 你在银行 你如果在以前 把钱存在银行 可能有7%的利息利率 7% 那你说哇好高喔 现在才一点多而已 那你知道吗 现在以前呢 那这个二十五年前 你跟银行借钱 你的利率至少12%以上 所以银行呢 我什么事都不用做 我就净赚5%的利息了 5%的利率这个 就赚这么多了 所以银行以前 就是很好赚钱 就是它只要赚存放款的利差就好了 利息的差就可以了 但是现在的利差很低 你跟银行 你跟银行 银行现在给的存款的利率很低 1.38吧 我记得上前日在讲1.38 可是你去借钱呢 可能是1.8 好 1.9 赚2好了 银行只赚什么 0点多少 0.62 跟以前赚个5% 6%差很多啊 所以银行者一定什么 一定会去开发新的身材工具 所以银行现在呢 它的身材工具其中一个很重要就是什么 手续费 你去银行做什么 以前我们银行 我张子丢了 重新去办个硬件 不用钱 我存折不见了 重新去办一张存折 不用钱 现在对不起 至少100块 存折不见了 补发100块 最起码 然后从修改硬件 重办硬件证 重办硬件100块 所以他就赚这个手续费 好 所以这个我就告诉你说 其实现在的利率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所以回过头来说 储蓄部跟银行部在10年前 他有两个不同 因为什么 银行部呢 是随时会存提的 所以一般的公司好像只能看银行部 因为什么 他随时要存提 公司不会把钱存起来 基本上公司的钱是要拿来营运的 所以他有钱存进来 他有需要就马上提出去了 所以银行部的存款准备率要比较高 可能你存100块进来 我可能要提拨30% 所以只有拿70去放款 所以拿70去放款 所以你可以借的钱少了 所以银行部的利率就会比较低 因为他的存款准备率比较高 那储蓄部 你现在把钱存在这里面了 尤其你存个1年2年3年5年的 有可能 所以你表示不太会动用他 那你不太会需要领他这个钱的话 所以银行准备率可能就很低 可能10 12左右 所以我可能有90% 有90% 88%可以去借钱出去 那我可以借的人 借的钱金额比较大 所以我可以收到的利率比较高 所以储蓄部的利率会比较高 好 但是10年前 他今天把这个条件给 就是储蓄部跟银行部的利率 就把它都一样了 就没有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现在的存款准备率 它其实是只有一种 就是一个存款准备率而已 并没有区分银行部跟储蓄部 如果我从他现在的利率的规定 这个利率的一个设定的方式来想 我想他应该存款准备率是会一样的 好 所以这是有银行部跟储蓄部 所以你去拿钱去存的时候 你开户他会问你银行部跟储蓄部 好 那但是现在其实就利率来讲 都一样是没有什么差啦 以前的话如果你是个人的话 你可以去讲我要开的是储蓄 活期存 活期储蓄存款 好 那如果你是公司行号 就只能开活期存款 好 那你讲一个 这个基本上现在的银行可能好一点 在差不多这个也是差不多六七年前 你如果拿把钱 我一笔钱一百万拿到银行去存 银行通常不会问你 好 你要做什么样的存款 你要存多久 存一年 存两年 好 他就跟你做了 那会每个月配息给你 好 他每个月配息给你 他就是定期存款 或者他以前有叫做什么 存本取息 如果你是个人的话呢 他给你的名称 他叫储蓄部 但是给你一个名称 叫存本取息 你存本金 你要领利息 这尤其是什么 对于这种退休的人 我有一笔退休金存在银行 我就靠这个退休金 每个月升的利息来过日子 所以他就存本取息 每个月配息给你 这个也是单利 我每个月都给你利息啦 所以他利息不会滚到本金里面去 好 如果我现在呢 我还年轻 我不是靠这个 我也比钱 好 今年呢 这个去年公司很赚钱 好 分红 我分了三百万 我每个月都还有利息 每个月都还有薪水啊 这三百万是我要存下来的 好 我这三百万 当中我不用靠他利息干嘛 所以你要去银行说 我要做整存整肤 我一笔钱存进去了 月定的存款的时间 到了一年 假设我存一年 好 一年之后 你再一次给我整肤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他就是复利 因为你算是整存整肤 我说银行是每个月算利息给你 好 可是你是整存整肤啊 所以你第一个月的利息 会滚到第二个月算的利息的本金里面 所以我第一个月假设是一百万 好 假设利率是百分之五 好 那一个月的利息呢 乘上点零五除十二 每个月的利息是 诶 有这么多吗 乘上点零五除十二 所以呢 我每个月的利息是四千一百六十六 那第二个月呢 我在算第二个月利息的时候 不是一百万喔 而是一百万零四 一百万零四千 一百万四千一六六 所以我第二个月算利息就是一百万零四千一百六十六 乘上点零五除以十二 所以我第二个月的利息就比第一个月多了快二十块 第三个月会更高 因为我的本金越来越多 因为利息跑到本金里面去了 所以这个叫做复利 好 这个是复利 利息再算利息 compound rate 叫做复利 好 所以如果你未来有钱 好 公司今天 这个去年大段 所以呢 分了 员工分红 给我了三百万 好 那我这笔钱呢 我把它存在银行里面 那你就跟他 只要你利息没有要做什么用途的话 你跟他讲我要做整存整付 你到时候领到的利息会比每个月领的利息的单利要多 因为你的本金会越来越大 所以每个月收到的利息会越来越多 好 这就是复利 好 所以概念有了 好 那我们就回过头来看 我刚刚举的这个例子 我现在借一笔钱 三年之后一次还一百万 也就是说这三年当中 我都没有付利息 都没有付利息 那你都没有付利息 他当然要算利息啊 怎么可能不算呢 好 因为你没有付利息 所以他会滚到第二年去算他的利息 所以第二年的本金会比第一年你借到的钱 要算的利息还多 因为第一年的利息会滚到第二年 算利息之前的本金里面 所以这个叫做付利 所以这个 这个Appendix 1 就在讲这种付利的情形 单利就没有太多的可以讲什么 好 所以我现在就问了 我三年之后还一百万 一次还一百万 在我的市场利率 或叫有效利率是百分之五的情况之下 请问一下我现在可以拿到 借到多少钱 好 所以我说了 本来是这样算对不对 好 如果这样我们的限值 Present Value 是用这样子算 中值是一百万 三年之后一百万 在我的利率是百分之五的情况之下 要算三次 所以我的本金 我现在可以借到的钱 是这样算 好 这个你也可以用计算机按 但是会有误差 所以我到时候考试的时候 我会给你复表 这个复表就会从我们课本上面的 这Appendix 1告诉你的 好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Appendix 1的Table Table 2 Table 2 在E6这个地方 呃 不是E6 对不起 呃 E8 Present Value 好 E8里面的Present Value 你可以看到呢 奇数是E在利率百分之五 是0.95238 也就是说 在利率百分之五 一年之后的一块钱 值现在0.95238 这样看懂吗 在E8这个页码的时候 Table 3 Table 3 好 那我们现在去看 我现在既然是奇数是3 3年之后奇数是3 在课本上面我说了 我们现在为了计算方便 没有特别讲 都一年付一次利息 但我告诉你说实务上面 不是这样 实务上 你去银行存钱 你去银行借钱 银行都每一个月计息 好 但你除了是定期存款 如果你是活期储蓄存款 它半年计息一次 你跟银行借钱 他一定每个月跟你收利息 好 所以我在跟你讲说 在我们的课本上面 不管你现在上的初块 未来上的中块 未来什么上的成管块 如果没有告诉你 他多久付一次利息 没有特别去强调 原则上课本上面 为了计算方便 都告诉你是 每一年计息一次 如果他有不同的条件 他会告诉你 只是我告诉你 实务上都用月来算的 只告诉你实务上是这样 好 那我们现在说假设呢 我们现在就一课本上面 我们计算方便 所以是每一年计息一次 所以三年就一共什么 三期 所以你可以看 period 我们不讲三年 因为未来可能跟你说 半年复息一次 每季复息一次 那就不一样 期数就不同了 好 那看一下 期数是3 period是3 利率是5% 我的prison value是0.86384 这样看懂吗 0.36384 所以 我现在的 我的100万 好 我的p呢 是100万 去乘上0.85384 对吧 0.86 0.86384 0.86384 0.86384 所以表示 我现在可以拿到的现金是 8.86384 也就是说 我现在 我告诉你说 我跟债权人讲好了 三年之后 还他100万 那双方协议好的利率是5% 那请问一下 现在 我可以拿到多少现金 我可以借到多少现金 86384 就从什么 我的这个present value 这个table3里头去查出来的 到时候 我不要你去按 因为每个人 小数点不一样 算出来的数字 就会差很多 好 尤其是金额很大的话 就会差很多 好 所以 我现在借到的现金 就是86384 就是现值 三年之后的100万 在市场利率5%的前提之下 10 现在多少 值 86384 óst 860 860 960 感谢观看